新北市供僚的卯澳是东北角海边的古老小渔村 渔港边有一栋传统的石头屋 老板利用石花洞熬煮高汤 搭配巨无霸的新鲜小卷 做成小卷粥和小卷米粉 美味也带动了小小渔村的人气还有买气 如果说无垠的天际和深邃的大海是对老夫老妻 那么小而寂靡的卯澳渔村 就是海天滋养下的一颗珍珠 百年来走过繁华 如今极静古朴地躺在这海湾 不怕流汗的人总能因为它而丰收 这是什么样的龙虾 总是汗流满面 因为不是刚从海里上岸 就是又要往海里走 一枕南的龙虾是昨晚才捕捞上岸 一个龙虾不能用鱼枪打 用鱼枪打的话基本上都不能吃 所以平常你也自己下去 自己抓 拿鱼网去把它放在它会出入的路径 然后隔天再去收 这个是要拿去哪里 拿去放在海边 渔港那边 voy说 梆子清得少 不要都只是来 space ze eran身心的活动力 是比较快 对 放在海裡 赞扬 赞扬在那边 像是我的 secured 人家要再去拿起來 養兩隻 三隻人 三隻人 養兩隻小吃 我對切 親家伴吃 那一天有一隊夫妻 他們坐在基隆那邊 也是做這個佛海餐 養餐而已 叫來吃我們吃龍蝦 要找他們問問 老闆你們龍蝦怎麼煮 為什麼你們龍蝦吃起雞子餐 我說就蒸蒜 不然什麼吃飯 就越簡單的料理 越能吃入它的原味 清蒸龍蝦嗆些油蔥 就很鮮甜味美 一上桌 老頭不怕燙手 就大口大口吃起來 其中最過癮的 要算是撐起一根根龍蝦餃 這樣我放下去 我放下去 把這個加進去 魚燒多餃子餐 這個就對了 你放在那邊 你很會吃耶 對啊 一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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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餡料 一咖 這吃得怎麼樣 對 菜料很甜 這比較好吃 這很感的一口 外國就是不服務的就比較難吃 中平的就比較好吃 來到阿偉的石頭屋 最大的享受 莫過於吃到很辣的海鮮 小卷米粉兩顆 你們要不要點一碗 就要兩個分子吃 應該滿大碗的 有吃過的嗎 我也吃過的 OK... 假日早上九點 廚房就已經水火煙氣強強滾 不管是蝦冰蟹醬 烏賊家族的小卷 軟絲 還是海中貴族 九孔鮑魚 都是饕客必點 料理不宣兵多煮 清蒸為主 在佛宇煎煮烤 東北角的小卷 佔全台七成產量 除了清燙品嘗外 還做成招牌的小卷米粉和海鮮粥 基本料理外 最重要是放進大尾蝦子和小卷 湯頭裡有海人的巧思 你像你要用刷都做高湯 因為早累 吃起來比較有海味 鮮度也不一樣 多了一個海味 所以我們這裡 我們吃的這個就是 海鮮粥跟海鮮米粉 這麼有名的就是 的原因就是這樣 石花丼豪煮外 還會加入蝦膏湯 吃上一碗 像是掉進大海裡 有孝順的兒子 特別帶老爸來 品嘗專屬東北角的鮮味 我不知道怎麼吃得好 嚇一跳 對 那時候以前叫我 我還沒叫三妹 還叫百姓 都吃不完 它東西新鮮 然後價格又合理 對啊 它又有風景 所以才再來一次 吃進嘴裡是有價的 但眼前遼闊的海天是無價的 假日的馬澳 人氣沸騰 鐵馬族頂著烈日 蒸騰熱氣 幾乎要把人給化了 還是無法阻擋 親海的決心 有不說很強 因為裡面那個浪沒有浪 很平靜 裡面那個海底的那個 地質又很豐富 以我的感覺 這個蚵子是我們這個 要怎麼說 吃飯的那個地方 炭景的地方 山巒海濱到處都是堡 東北季風牆 就地取材 石頭屋是當地特有建築 海底資源豐富 更不在話下 如果缺錢去海裡 撈一撈就是了 二零一二年 蕭文偉為了照顧母親 放下鐵工工作 從市區回到故鄉 但總要有收入 才會在石頭屋裡做起生意 為了不錯過搶魚時間 一接到傳家訊息 就往石塵漁港衝 當時要處理你不知道 當時要回到你不知道 當時要回到你不知道 我們看到他 當時要出去了 你要準備要 照顧母親去拿魚 都要準備準備 對 不能錯過時間 對啊對啊 反正就拿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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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這是你要的 這是什麼? 它的學名叫齒春 齒春 你帶回去做生魚片 只有做生魚片 也可以煎,但是這種魚 做生魚片的肉質 你在這邊認識不少魚 要瞬間成長 這個你來現金就可以買賣了 假日有很多人來買 假日人會比魚還多 4.2 阿偉說了笑話 就像這港灣氣氛 平時寧靜 但當訂製漁場的船 一入港 就跟著人聲鼎沸 在濱海公路上 看到沿海許多浮球 就是定製漁網的位置 古老的捕魚法沿用至今 船家一天之中 會出海至少兩趟 把網內捕獲的魚 趁先再回岸上 來喔 看著來 這樣 這樣有嗎 蛤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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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蟲蛤蟲 館裡的客人熟到 也會跟著阿偉來漁港 買魚 看熱鬧 再四千塊 四千塊 這變好了 訂製網的魚它的特色在哪裡 新鮮 如果用網子 拖網的那種魚 它有可能在網子裡面 已經死了一段時間在上岸 新鮮 五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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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偉 來 這一桌 菜單拿著 剛才你不要的 不要看菜單 他的不要菜單才好吃 怎麼說 這是內行人才知道的 你問他 高康酒雕 吃肉 要問他口裡說出來的 你要問他當時有什麼 因為我們當季的魚 我們做的魚都是當季的 老闆 把這兩隻給你吃 好 等一下幫你吃 不然你再吃這個 你要怎麼煮 煮的菜味好吃 好 我媽媽 這樣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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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林口來的夫婦 吃了好吃又再度光臨 其中 最意有未盡的 是向極了火山爆發的騰湖 具有蝦蟹雙重口感 總讓人大吃一驚 照顧媽媽的日子 因為她吞食不方便 水經常煮粥 煮出心得 開啟店時 才會將小卷和粥做結合 發現 經過店門口的人 一天都不到十個人 週間人潮少 但有不少鐵馬族 為了吸引大家停留 推出接地氣菜單 自個兒下海採石花菜 經過反覆曝曬 清洗 熬煮 釋出藻礁 成了消暑的石花洞 添了檸檬 還加了白色QQ 這個就是三種海藻去煮的 那是什麼 金球 對 它純天然的食材 跟外面那些珍珠野果 蒟蒻這種加工食品 完全不一樣 除了檸檬口味 還有鮮奶巧克力 抹茶和洛神花 酸甜特色飲 是應戰酷暑的利器 來 乾杯 來 乾杯 過去做鐵工 鋼材鐵器 終身保固 生意一次性 現在跟大海掏金 不怕流汗 竟是回頭客 阿偉歸於返鄉 帶動人氣 也帶望經濟 下池 臨 你 我 你 是 四 一 五 四 五